农历新年倒数祭祀当中 而台东市区内也开始出现了 新春喜庆的气氛 摊商瞄准了这一档新年商机 纷纷地摆出了除旧不新的产品 以及年节装饰用品 为了迎接这一波客人 可以说是各出其招 甚至大展歌喉地进行叫卖 再过一个月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台东市区内开始出现年节的气氛 摊商纷纷摆出迎接诸年的各式红包带与春联 以及家中除旧不新可能会贷款的物品 为的就是抢供这一波消费热潮 对就是大概一个月 然后我们就是要先准备嘛 等这个厂子盖好了之后 我们才陆陆续把一些东西布置起来这样子 摊商旧往年的经验 瞄准台湾人在过年期间的购物心理与时机 提供婆婆妈妈可能会添购的日用品 特地选在一个月前开始进驻 更预测接下来越接近年关时间 消费人潮更有可能上看千人 人潮大概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有人潮 可是过年前几天的话 当然像出席小年夜的时候 因为我们台湾人的民属就是那个时候要大扫除 要整理那就会添购一些年节的东西这样子 平常那假日会人比较多啦 那平常都是婆婆妈妈他们来买的 就是固定那些客户大概几百个人会来逛这样子 对 年前的时候可能会到好几千人喔 我们这里都是客满都是每个地方都是 每个归位都有人在挑选啦 预备多样的新年装饰提供顾客选择还不够 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在众多卖家中脱颖而出 贪商纷纷各出其招 有的甚至大展歌喉 过年将至贪商们无所不用其机各出其招 这是为了准备迎接新年的第一波商机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